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条件判断 那么什么是条件判断呢 条件判断就指说 我的某一个 或者说某一块元素 是否要渲染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在下面 我们把之前的例子 我们先删掉 我们写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Vo标签 我们需要使用什么呢 我们使用V-EVE这么一个指令 它是做什么的呢 这个V-EVE指令呢 用于条件性的渲染一块内容 这块内容呢 会在指令的表达式返回处的时候 才会去真正的去渲染 我们的这个元素 我们先把其他上节课 我们主视的我们先删掉 我们暂时用不到 然后我们在这里写一个V-EVE的一个指令 我们这里面去填什么值呢 我们去填一个Tru 然后我们在这里写一个Hello UnionApp 然后我们去保存 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Hello UnionApp 是已经成功的输出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元素 看我们的元素 在这里已经显示出来了 现在呢我们把Tru改成Force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元素啊 没有了消失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值是Force的时候 它是不去真正的去渲染 我们这个元素这块内容的 说明什么呢 说明只有我们V-EVE里面的值 是一个真值 就是Tru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真正的去渲染我们的内容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把这里去替换成一个我们的一个变量 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给它定一个变量叫Show Show呢 我们在我们的DataReturn里面 我们去声明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Force 给它一个Force的值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切回到我们的页面 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容没显示 现在可能不太好看出了 我们现在在这里呢 我们去给它一些其他的内容 这是一个一直显示的内容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去做一个动态的围杆EVE 我们把Show放在这里 上面这个删掉就可以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TypeLine的下面 只能有一个元素 所以说如果我们这样写 我们这里去给它一个元素 这样我们保存 它是会直接给我们报错的 因为下面是有两个元素的 这个种写法是不对的 我们在TypeLine的下 只能是有一个元素的 大家记住这一点 然后继续我们的操作 我们这里去给它显示一个 我是动态内容 保存一下 然后现在编译正常了 我们回到我们的页面 然后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一直显示的内容 我们去看我们的元素 我们的元素里呢 也只有一个EunigungVal 没有其他的内容 同时呢 我们把我们的Show改成一个真值 改成True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再看 现在的内容也就显示了 也就是说 不管是我们手动去写True或Force 或者给它一个变量 只要我们的变量 它是一个真值 它就可以去正常的显示 那么我们换一种写法呢 我给它一个字符串 我们字符串叫UniApp 我们保存一下 现在呢 我们在这里去写一个表达式 我们等等于什么呢 当我们的Show这个值 等于等于 一个UniApp的一个字符串 这个时候去显示我们的内容 这里是 我是UniApp 我们保存一下 来看我们最终的渲染 我是UniApp 已经被渲染出来了 这是正常显示的 我们的一个内容 那如果说 把我们的UniApp 改成为UE呢 会发生什么 现在我们的这个表达式 还成立吗 它肯定是不成立的 因为我们现在Show这个值啊 它是一个VUE VUE等等于UniApp嘛 肯定是不等于的 所以说 我们的元素 它就已经消失了 最终我们给它的一个结论 就是什么呢 V-EVE 如果表达式 返回真值 为处 那么 我们就会正常的渲染内容 现在呢 我们去改造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们在这里去给它添加一个按钮 Button Button呢 我们起个名字叫点击 点击 然后上节课我们讲到怎么绑定点击事件呢 Add Click 然后我们等于一个Open 然后去注册我们的事件 我们在Method里面去注册我们的Open Open 然后我们现在要怎么写呢 我们要动态的去控制这个Show 那我们把后面的就给它删掉 我们默认值呢 我们给它一个True 我们需要在点击按钮的时候呢 我让我们的True 变成什么 变成False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可以看到上面是 我是UNIAP内容 然后我们去点击一下我们的按钮 我们点击 然后是没有生效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Click 我们的一个指令 我们写错了 是CLS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点击之后 我们的内容呢 就已经消失了 这是我们动态去改变我们的一个变量的值 我们给它一个Force值 所以我们的内容呢 最终就会消失不见 也就是说不在我们的页面中去渲染 然后看一下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构 我们的内容就是已经消失了 现在我们再加一个功能 我们点击的时候呢 让我们的元素如果存在的话 让它消失 如果消失的话 我们让它显示出来 我们来改一下 那我怎么获取当前Data中的值呢 我们需要直接 我们写一下Log 然后是Z4.show 如果我们直接写出来的话 这是获取 如果我们等于什么值的话 它会就是复值 我们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取到 我们一个正确的值 我们再控制它 刷新一下页面 然后我们点击 可以看到打印出来一个处 处呢 它就是我们当前Z4.show的一个值 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值呢 我们去给它取反 我们保存一下 来看一下我们最终的一个渲染结果 刷新一下页面 我们点击呢 元素消失 我们再点击 我们的元素显示出来了 这就是最基本的 我们一个V-EVE 一个指令的使用 那现在呢 我不希望去点击按钮的时候 让我们的这个元素消失 而是把我们里面的内容呢 去给我们切换一下 那需要我们怎么去做呢 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我们直接不用 V-EVE的指令 我们直接用show 表写一个三元表达式 问号 什么呢 如果它是一个真值的话 我们让它去显示 UniApp 如果是一个 假值的话 false 我们让它去显示 VoE 这样可以做到我们刚才的一个需求 我们来看一下 当前显示的是UniApp 如果我们点击的话 会变成VoE 我们再点击的话呢 又会变成UniApp 现在我们考虑一下 如果现在我们当前元素内 有许多许多的组件 有许多许多的标签 如果我们再这么写的话 合不合适 那显然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它先删掉 比如说我们下面呢 还会有一个标签 我们叫UniApp 现在呢 它下面还有一个标签 叫VoE 我们想通过这个值的 True还是False 然后去切换我们这两个元素 那么使用我们的酸原表达式呢 很显然是实现不了的 或者说不是很好实现 那么我们需要使用什么呢 V-E 同样呢 我们把我们的数写在这里 在我们写GS的时候 我们竟然有EVE 那么相对应的呢 我们肯定会有一个else 那么我们的指令里 同样也有一个else的指令 那怎么写呢 是V-else 那么后面呢 就没有其他的内容了 我们保存一下 现在我们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我们之前的一个需求 我们点击UniApp 我们再点击而是VoE 再点击是UniApp 我们值也可以正常切换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过程呢 我们看一下 受是处的话 那么首先我们会显示 上面这一个元素 那当我们的受值是False的时候呢 我们显然条件不成立 会走到我们的else里面 然后去显示我们的VoE 就是下面的这个元素 那么同理啊 如果是多个元素呢 我们这里就不能用处了 我们这里叫UniApp 同时呢 我们的这个受 比如说它有三个值 有一个UniApp 有一个VoE 然后一个HTML 我有三个值 那么我们如何去根据我们 变量里面某一个值的内容 去显示我们的元素呢 我们首先在有一个VoE 然后我们还缺一个HTML 现在如果我们的受是什么呢 我们的受等等于UniApp的时候 我们让它选择UniApp 那现在我们的IOS呢 是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 这个时候呢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GS 那它有一个if else 它肯定有一个else if 最后我们才是一个else嘛 最终如果前面的条件 我们都不成立的话 最后会执行我们的else条件块 同样呢 我们这里也可以 也可以else-if 然后是等等于 等等于什么呢 我们的受等等于VoE 最后我们的V-else是HTML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现在我们的一个点击事件 可能就不大对了 我们给它去重新复一个值 我们当前的值呢 是UniApp 当我们点击的时候 我们让我们的值变成什么呢 让我们的值变成VoE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保存一下 如果正常的话 在我点击的时候 会变成我们一个 负的新值是VoE 我们看一下 点击变成VoE 如果现在我们把它改成HTML 我们去保存 看一下效果 点击变成HTML 现在呢 我们把它改成UniApp 保存一下 好 我们点击 它还是UniApp 没有变 其实是已经生效了 只是说两个值一样 我们看不出来效果而已 以上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条件判断 V-if V-else if